民进党权代会将在7月21号举行 到时候会选出党内的权力核心中常委 其中派系大将陈廷飞不在郑国会预定人选里 决定要独立出来登记进逐中常委 让郑国会多次开会 希望他能够回归团结 但是陈廷飞确定参选 最后郑国会决议将陈廷飞除名郑国会 上楼开会将近一小时后独自下楼 虽然面带笑容但表情看起来有点僵硬 立委陈廷飞再次向郑国会表达 争取中常委位置不愿腿让 郑国会原本就有两期的空间 那一期陈茂松还有第二期 那我一直就是表态我要选中常委 郑国会原本预计这次中常委 由先任中常委陈茂松与立委林黛化担任 不过陈廷飞带着自己的人马独立登记 经过多次讨论依旧无法达成共事 最后决定将陈廷飞除名整国会 一直要希望就是说一定要先给他当中常委这种承诺 就像中国说叫我们一定要是属于他的一国 再来谈这样我们不能接受 多数决啦 不要说每一个多数决认为这样不行 所以予以除名 目前民进党内可能参选台南市长的新潮流林俊宪 用言会王定宇都确定会争取连任中常委 陈廷飞不想在党内初选就输在起跑点 不过持续争取参选中常委的结果是遭到 正国会正式切割 我一直就是表态我要选中常委 那如果因为我坚持选中常委 而必须把我这个切割的话 那我也是没有办法 遭到正国会除名的 还有跟陈廷飞共同登记参选中职委 中评委的何文海陈一军 正国会喊话要是其他成员不回归 还会进行第二波除名 而原本正国会有把握的两席中常委席次 也因为陈廷飞的出走出现变数 陈廷飞地方实力深厚 还是有机会以独立参选方式 拿下中常委一席 但正国会跟陈廷飞分裂 让其他派系增加席次 都是可能上演的剧本 民进党内派系实力将会再次洗牌 记者为陈廷飞与拉开被参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